欢迎收看台湾上前行 台湾上前行 我是孟琪 新竹市长高宏安一审被判刑 民众党上上下下都帮忙教区 帮忙求情 更是对于高宏安 现在连半薪都领不到 愤愤不平 柯文哲今天中午说什么呢 柯P说高宏安现在只是一审有罪 又不是百分之百被判定一定有罪 高宏安现在这样子既没有收入 半薪都领不上了 那还要花钱请律师 那是要怎么 恐怕要我这个柯P出马 来接济他过日子了 高宏安有没有真的这么苦呢 柯文哲恐怕忘记了 先前起诉书里面有写 高宏安当立委的时候 每个月月领19万的薪水 而且另外还有7万的问证费 名下存款还有1200多万 这是高宏安当立委的时候的财产申报 那么另外一方面 外界其实非常的好奇 当初林庚人开的这个第一枪 高宏安的资料哪里来呢 今天周刊最新爆料 有一个四人小组的吹哨者联盟背景 而且描述了整个搜证的经过 这个情节宛如谍报片 更多的细节 我们等一下带大家一一来看了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 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好 接着呢 欢迎到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 卓冠廷 孟起好 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到是财经专家 徐金黄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到的是 国民党新北新议员 同时也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陈伟杰 孟起好 各位观众午安 等一下还会有资深媒体人 温生温大哥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赶快来看高宏安 一审被判有罪之后 如果年底之前 他自己想通啊 自己要请死的话 哇 那新竹政坛 就会来一场大风吹咯 一起来看 新竹未来的发展 我们一定是随时都在准备 然后因为真的是 基层耕耘随时都在 谈到新竹市场有机会换人当 国民党立委正任前辈点名 只说继续耕耘 但蓝白河有没有机会 他似乎不看 多时候我们想了很多 总是会有突发状况 就像二次年立委选举的时候 也是有个突发状况 到最后面的时候 其实哥主席的妹妹 还是有出来选 而民众党接连在国会 引发的国会扩权争议 以及高宏安本身的官司风波 这都会严重冲击民众党 在新竹市市长的一个选举结果 民众党争议连环报 未来布局看来得好好思考 而且高宏安风波延收 周刊揭露当时吹哨者有四人 分别有高宏安 台大校友 企业同事 以及政治工作者 情报召唤 促其25个密党 其中包括13页内政 和多份加班费 请领名册 都有高宏安 亲笔签名 军以他知情助理 上立法院升级的加班费 以及本薪金额 吹哨者看不惯他从政后 刻意包装形象 才决定向周刊揭发 尤其加班费涉及福报 可能成为二选加判关键 台北地域的这个计算方法 仅就福报助理薪资 导致增加的加班费 才算入当屋的所得 台北地检署当时起诉的范围 包括说福报加班费 所缴回所谓公积金的部分 到达46万整整体 都属于贪污范围 警方北院见解不同 检方认为加班费也福报 扣除给助理的奖金后 再要求助理缴回差额 形同榨取财物 但北院何一廷判定 这些是合法清零的加班费 势必二审陷入攻防 如果北检也提起上诉 贪污所得的范围有扩大的话 那高宏安目前判决 七年四个月 有可能会面临到 是不是加重其刑 增加它的刑度 全州北检不排除 再提上诉论购 将涉渣助理 加班费犯刑定罪 二审禁度 也备受外界关注 今天的进展周刊的爆料 真是很精彩啦 因为这个班导高宏安的关键吹哨者 是四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联盟 那我比较惊讶的是 原来这四个人 原本都给胸部设计 只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看不惯高宏安表里不一啦 哇这听说整个搜正的过程 拿到在打电影 同样 到底都是去哪里啊 同样来请教亲黄了 好先告诉大家 这个里面其实不完全都是不认识 这个爆料高宏安资料的 这些吹哨者们 这里面有相互认识的 也有相互不认识的 只是到最后为了大家 都是共同要扳倒高宏安 所以全部都在一起 而且这过程是有转折的 好我们先分两个阶段来讲 一开始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些人把资料丢出来 是纯粹看不顺眼 高宏安不但说谎 而且里面有很多东西 跟事实不一样 所以等于说他们丢资料出来 其实一开始只是要下腐高宏安 希望他不要这么高调 但是后来发现无效 所以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过程中 高宏安不是有一些希望能够 串正跟灭正的行为吗 然后过程中这些助理 已经开始有人感觉到不安了 所以你说叫人家 拿咖啡去破主机的那些 你看前一阵子有新闻报导 不是叫他拿咖啡去破主机 破电脑主机 大家说理工女 怎么会想到这种方式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但是第二阶段更严重的是 因为他们决定要采取法律的作为 所以当时静周刊 曾经贴出两张的检举函 那检举函内容 你一看里面的字机的 用遣词用字的方式 其实就是法律很有层次 因为里面我们知道是 跟他们一起合作的人 里面有法官退下来的人 所以等于说他们这些人里面 他们把彼此的资料 串联在一起的过程里面 吹哨者聚集的结果 最后把这资料给到了周刊手上 但是是一开始就这样吗 当然不是嘛 在资料兜起来的过程里面 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 这四个人要把资料兜在一起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很像在拍叠爆片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人 这个是高宏安之前 等于是说是他的前同事 也就是跟他在同个企业工作过的 而且是知名的企业 那高宏安带过什么企业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猜啦 他带过资策会 带过鸿海 带过永宜资金会 所以大家去猜猜看是哪一些 这里面有人就是跟高宏安 在同个企业里面一起工作过 前同事 然后里面也有人呢 是在立法院的政治工作者 所以这里面这四个人呢 大家把资料 彼此都在一起的过程里面 都很担心一件事 我能够相信你吗 你会不会出卖我呢 所以大家在彼此在 兜起来的过程里面 也很怕高宏安会知道 所以呢 他们整个过程里面 都进行的低调 低调再低调 然后呢 有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上山下海 那大家会想说 有那么夸张上山下海 哎呀是哪在上山下海啊 他们兜资料 把彼此资料汇集的地点 就真的有山上 就真的有海边 那跟大家讲 山上在哪里 海边在哪里 首先让大家看 他们这个兜资料地点 第一 三个主要的地点 第一个 新竹的十八尖山 十八尖山这里面 大家看有个像 这个亭子一样 叫狮子亭 这个狮子亭呢 旁边是一个停车场 大家想说奇怪 别的停车场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 好 告诉大家 因为新竹的十八尖山呢 这个白天的时候 尤其是假日的白天 很多人去爬山 但是晚上 暗门懵 那个地方 十八尖山 这个亭子的旁边 停车场呢 就是暗暗的 那有什么特色呢 大家想说暗暗的 彼此暗暗的 这样子有什么特色 你只要有人经过 车经过 主要是车经过 你只要有车子 开经过这个地方 晚上的时候 车子不是会开头灯吗 你头灯只要开经过的话 你就知道有车子来了 有车子来 那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风吹草动嘛 所以车 汽车跟机车经过 这边都会看到风吹草动 所以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第一关 在狮子亭 新竹十八尖山狮子亭 完成第一步的 这个资料的整合 这是一个地点 那第二个地点 大家想说海边 你讲完了 上山下海 上山讲完了 那海边在哪里呢 到底哪一趴去到海边 海边 新竹的海靠哪里 就是南寮嘛 因为在南寮这边 讲到新竹的山 就是十八尖山 讲到新竹的海边 就会讲到南寮嘛 所以在南寮这里 旁边有景观桥 那大家会想说 新竹的景观桥 有什么特色 跟大家讲 因为时间发生在 在2022年的这个 等于说第四季的时候 9月 10月 11月 这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 新竹有什么特色 新竹的红桃嘛 遇到冬天 那个风特别大 是 风特别大 所以在新竹南寮景观桥 特色是什么呢 这个第二个地点 这边特色就是风大 风大有什么特色 你要录音 收音不好收 都是风声啦 你要录当事人的音 收音不好收 旁边风声很大 然后呢 路人 旁边的路人 要听到你们两个人 在讲什么呢 也不是很容易 轰就讨嘛 都是风声嘛 所以上山下海的山 就是十八间山 海就是南寮渔港 那第三个地点在哪里呢 而且这第三个地点 还是关键的地点 因为资料完整的 对于高宏安助理费 完整的资料 拼起来的地方在哪边呢 就在第三个地点 这里呢 就是这个北二高的 这个关西服务站 关西休息区 在这个地方呢 等于他们完成了资料的汇整 那资料大家 吹哨者之间把资料拼完汇整了之后呢 你知道他第一时间也不是交给记者 第一时间不是交给周刊 他其实一开始第一阶段是要给谁 是给国民党的这个市长的参选人 提名人林庚人 对就是那一个被国民党提名 但是后来又被国民党打压 到最后呢 蓝白盒把它抛弃掉林庚人 林庚人其实一开始拿到最完整的资料 所以林庚人在2022年10月底的时候 开记者会先质疑 这个Jack跟高宏安的关系是什么 在立法院里面担任什么角色 然后他的劳建宝挂在哪里 那他以后挂第二个地方 是 所以林庚人开完第一枪之后呢 后面陆续11月的时候呢 加码给资料 当时林庚人手上的确实 针对这些内容查证过给资料 但是跟崔绍哲想的不一样 什么叫不一样呢 他们本来以为资料给林庚人之后呢 林庚人应该会拿去大打特打一番 然后把他打出个名堂出来 看起来至少林庚人可以拿到 去跟检调去做检举嘛 结果没想到 这个林庚人到后面呢 竟然说了 所谓的说不是自己说 是被说了 什么叫被说了 就所以国民党当时呢 从朱立伦开始 然后到地方政坛呢 国民党政坛打压林庚人嘛 林庚人本来要去交资料的时候呢 遇到什么状况 遇到当时呢 新竹市的议长许修睿 然后国民党的前市长林振哲 这两个人呢 就等于挡着林庚人 然后不让林庚人去给这个资料 不但不给资料 而且还带着林庚人出来 开记者会说 这是林振哲讲的 然后那个林庚人在旁边 林振哲说 高宏安不是坏人 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爱地方的人 等于是说 奇怪呢 你国民党提名人是林庚人 结果呢 你带着自己党籍的候选人出来 开记者会的时候 称赞对手 你有看过这种选举的方式吗 什么义属嘛 所以当时林振人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林振人说了 说完之后 你是吹哨者 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会嘛 我上山下海拼凑这些资讯 你们最后居然收手 整个查证的过程 工程浩大 你看上山下海 然后到关系服务区 搜证完了 最后呢 决定要交付给周刊的记者 所以他交付给周刊的记者呢 在2022年11月的时候 各位如果有印象 可以上网去查证 然后当时他就是 这个都等于他们把这个蓝色的 随身碟资料交给了周刊的记者 周刊呢就爆料出来了 哇 20几个档案哦 包括新资的档案 孟琴你知道 他们周刊刊出来那一天 我还特别打电话 给周刊的记者求证 是 说这些资料 你们是真实拿到资料吗 到底是真的假的啦 周刊的记者就告诉我 你不要怀疑 这都是真的资料 而且档案的内容 他告诉我说 他们实际拿到的更多 他们刊登出来部分 当时当天刊登的时候呢 是部分而已 所以后来 这个新闻变道 USB里面还很多就对了 所以当时周刊刊登完了之后呢 等于我跟他们通完电话之后 隔没几天的时间 他们爆出更多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高档案案里面 就是他的 跟他有关系的助理们 前同事们 大家把资料串集完 都出来的结果 所以在他的事情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的证据是相当的完整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检方的整理跟起诉 然后一直到法院的判决 哇你知道这里面 跟过三关一样 爆料是第一关 检察官起诉是第二关 法院的判决是第三关 这样过三关的过程里面 你知道严谨到什么程度 来我们告诉大家 第一个是 这个法院最后认定的很严格 法院最后认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高桓的两大福报在哪里 第一个 这个福报是增加的意思 不是那个很有福气的福报 不是有福气的福报 这是往上添高那个福报的意思 两大福报 第一个福报在薪资 你明明只有薪水给六万 但是硬要薪水报到六万八 立法院给六万八 你叫助理拿到薪水之后 六千块交出来 这叫福报 第一个就是低薪高报 第二个福报的部分 就是加班费的部分 所以加班费的部分 然后你在里面也给他灌水 所以两大福报的部分 这个福报完变成了公积金 你叫助理交出来 后面又变高桓的私人用途 那我们为什么说法院认定更严谨 因为法院最重要给大家看 法院针对这两大福报的部分 主要采纳的是针对低薪高报的部分 意思是什么呢 讲白话一点 你当初明明给他薪水是六万块 但是你跟立法院报的时候 就六万八 而且这件事你高官明明就知道 然后你上面你也签名了 所以你一开始就有犯罪的意图骂 你一开始就有诈铃的意图骂 所以法院不管你现在不是管你 你讲什么扯什么大水库这件东西 法院也不是管说 后面你已经拿到什么 去做什么双眼皮贴 去洗头 做什么私人用途 买卫生用品 法院现在 那个都先不讲 那个都后面 法院现在讲的是 你从前面一开始 你在福报的部分 你就有犯意了 你这个动机就错了 所以今天最新的进展 跟大家讲 第一个 这个检方不排除要上诉 原因是检方认为说 那加班费的部分 因为法院认为说低薪高报 法院采纳这一块 加班费法院认为说 这个就再说说 但是检方认为说 加班费的部分 明明那个部分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再上诉 高报如果要跟检方 检方再上诉的结果的话 有可能是判更重 这是律师的观点 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 第二个 今天呢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听了很久了 什么大水库理论 然后还拿什么金门无诚点案 这个检查 这个在法院的大打脸的部分 这个部分都做了打脸 这两大打脸在哪里呢 第一个 这个高欢一直 那个律师拿这个金门的无诚点案 拿出来讲 说你看 那个案子呢 也到最后也没有被判啊 而且那案子呢 是没有工作人头助理啊 那法院现在跟你讲 他的见解是什么 法院说 奇怪 你现在的状况不是人头助理的问题 我也没有跟你讨论 你是不是人头助理的问题 是你就是低薪高报福报本薪嘛 所以你跟无诚点案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大水库的见解 法院这个打脸是更大声 为什么 高欢一直要讲说 大水库理论 我的支出 你看去建制什么选民的 那一服务系统 这些都要花钱啊 我花的钱 比我拿的多 这叫大水库理论 但法院跟你讲什么 他说大水库理论 对不起 到目前为止 这个马前总统在用的时候呢 他那个叫特别费 那是特别费 你高欢这个是什么呢 是福报助理的薪水跟加班费 所以你的状况跟大水库理论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不要再拿出来做类比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呢 周刊最新的爆料状况 可以让你还原看到 原始的这些吹哨者们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现在呢 法院的进度 以及检方的态度是什么 对 现在检方不排除在上诉 我很多法律人的见解说 如果继续下去 会不会二审再做得更重 等一下更多细节 七王哥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来分析 那不过呢 讲到这个真正的事情 我先来请教一下冠婷啦 冠婷刚刚跟柯文哲 有一场官司 再等一会来补充 因为柯文哲是怎么样 他吞拜嘛 但是柯文哲 今天上广播 他怎么说 不敢啦 让他不敢 高红安 他说高红安 目前只是一审有罪啊 又不是百分之百有罪 没得这样本来 公职身份本来还有半薪可以领 结果现在内政部 连半薪都不给领了 哇 高红安 没有收入 现在还要花钱赚就输了 那这单子是要怎么样 恐怕要我出来接济他过日子了 说得很可能的呢 冠婷 柯文哲讲这个话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来讲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高红安的财产申报 财产应该是上千万确定有吧 这很清楚啊 1400万 对啊1000多万啊 那是现金吗 而且他没有买房子 所以没有房贷 对啊 所以基本上那这样子 整个全台湾有非常多的公民 也需要柯市长接济好不好 不是啦 你背后一个很核心的点 今天内政部 他有财良权嘛 财良权就是根据你贪污罪 被一审判决有罪的地方首长 可不可以给薪水 内政部有财良权 而刘世芳部长他的财良认为 高红安他的经济状况 他的各种的社经地位状况 我不需要国家纳税的人 还给你这钱 我问你个问题啦 柯文哲 社会上多数的人民给刘世芳掌声 还是给他虚声 对啊 我为什么国家要去帮你养一个贪污犯 一审必定罪的人嘛 我的态度是这样 这个事情甚至未来建议立委可以修法 一审判租有罪 其实不用给薪水啦 不要再给内政部有财良空间了啦 内政部有这个财良空间 怎么做你都说不对啦 你柯文哲你就为高红安报区 比他穷的人需要这个钱能更多啊 是啊 所以这是没道理的 人工人如果真的二损啊 真的没事情要钱才行 对你在付职啊 还你钱什么 那都可以讨论救济的程序嘛 我简单报告一下 这个他的财产申报啊 富邦银行活期存款725万 台湾银行存款521万 加起来1246万 还有美元存款6万1000块 然后美元跟他财产申报比起来的时候 升值很多 这几天还在升 所以整个财产总值呢 光是我们讲活期存款 再加台英存款 再加美元存款加起来 超过1400万 哇那是谁开始要救济啦 1400万是什么概念 那个我们这也不是财经节目 但简单讲 你放去任何一个稳健的ETF 你就饿不死了啦 那事实就如此嘛 那个被动收入的就费啊 被动收入就好了就饿不死了 所以这为什么要救济你 这个无法理解 所以柯文哲现在是真的 财务率5%相当于一年70万 对对对对对 财经专家要取信 专家就对了啦 所以高红安有好鬼没好鬼 柯文哲今天讲这样子的话 他到底是要骗谁啊 所以网友们都觉得说 柯文哲最近的受访 或出来的谈话 很荒腔走板 其实网友讲一件事 我是不愿意相信 但是推论起来是蛮有道理的 就是柯文哲是不是因为 他自己的土利罪 那个相关的那个 他买还乐 他担心到让自己六神无阻 你知道柯文哲今天 今天讲什么吗 他说对啦 我就是土利啦 但是哪里有犯罪 蛤 他今天要这样说 减十十年钟 那天有广播这样说喔 对就是受专访的时候 他说我是土利啊 但哪一条犯罪 不好意思喔 土利罪就是犯罪 然后后来还要 同利是在贪污最底下耶 是不是 昨天听朱利润乱讲 然后搞到要让民众党的发言人吴宜轩出来讲啊柯市长不是这样讲啦是怎样讲不是啦就是他确实乱了 可是我还是要认真回来讨论高 空飛機在说高晨安那天去咱们破影 晨时候都睡不着 睡不着 对对ต 心很亂 表示他想徒利這件事想很多天 想很多天 我後來回來講高鳳安 高鳳安剛才青凰哥講了很多 雜誌的報導的內容 以及他的辯護的策略 可是我講最核心的點 我就要討論這個人 高鳳安這個人 你從雜誌的這一個爆料講說 這四個人組成一個揭露他的一個小隊 然後來自於不同的背景 互相不認識 有政治基層工作者 有高鳳安台大之工的校友 有以前跟他企業同事的吹哨者 一群人人聯合在一起 對付一個高鳳安 這是有深仇大恨 不然就代表你人緣很差 人和真的是很不好 今天假的我跟明佑哥跟孟起 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然後張明佑都欺負孟起跟冠婷 然後這個通常一般是怎樣 我們在職場的時候 認了嘛 或者是嗆他嘛 我們離職之後各奔東西就算了嘛 今天你會搞到一個 在不同領域不同時間 不同崗位 跟剛剛遇到的人連收起來搞他 而且還要上山下海 我剛才都很擔心 如果觀眾朋友看一半才進來 還會想說現在是旅遊套裝行程 是 還是怎麼樣 不是 對 是那個四人小組的那個送集的過程 對 橋上啊 橋上風很大無法錄音啊 對啊 怕人聽到啊 開車到山上 還要在山上看到說 確定要燈光來 而且車子還要自己租的 對 所以 所以我講這個 這碗就有邪海深仇 孫仇大恨 要不然就引人緣極差嘛 來 我再舉第二個例子 高宏安的辯護策略 其實也正恰恰的說明他人緣很差 為什麼我要這樣談 他一直在引無成點的案子嘛 對 無成點啊當然 那些檢察官聽到他們在法院上面講 無成點的案子 就皺起眉頭啊 又覺得你引一個十幾年前 然後並不是法律上面 普遍的通縮的見解 但除此之外呢 關鍵是 無成點案 沒有任何一個助理出來咬老闆無成點 對 高宏安一定很羨慕吧 高案搞到最後 只有一個 那個王玉文 對 還跟他站在同一陣線 其他人全部咬他 全部都認罪 全部咬他 然後再來第二個 無成點有證明助理費流向沒有實用嘛 所以 我講到這裡就好了 你會有四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 然後聚在一起 就為了搞高宏安 然後蒐集證據 最後查一下查 查到最後 僱人院到底的人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喔 這個人不是適不適合從政 而是打從心裡的僱人院嘛 這樣子的一個人 這人怎麼在你賣 我講 我下個結論啦 就是高宏安這樣讓我 內心感受到最大的學習 是高宏安真的是 教科書等級的僱人院嘛 教科書等級的做人失敗嘛 就是這樣子的人啊 好 我說這些人搓在一起 為了要找他問題 最後終於找出了 詐領助理費的證據 所以才搞出這案嘛 好 然後再對照 為什麼跟你同事 一場的助理們 多處都要咬你 你做人到底多失敗 才會導致這情形 好 那最後啊 這個 接下去的狀況就是 高宏安一定會上訴嘛 可是上訴真的對高宏安好嗎 高宏安有沒有可能 因為檢方後來收集更完整的 因為現在證據已經完整了嘛 可是在公訪的策略上面 在二審的時候想辦法想去說服法官 他認為說包含加班費啊 跟當時他們起訴的一些內容啊 在一審法官其實對於高宏安是輕判耶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可能在二審高宏安被判更重 再來第二個 王玉文 王玉文現在在一審法官是 給他最最最最大的空間 你要想一個狀況喔 其他助理都認罪了 犯緩刑合理嘛 我真的認為我錯了嘛 王玉文他不認罪 堅持不認 然後堅持不認到底的時候 法官還是讓你緩刑 有沒有可能到二審的時候 法官認為態度不佳 叫你要被抓去關 一貫庭我請教一下 龔衛文他現在是有要繼續上訴嗎 他現在的情形是怎樣 不知道 現在還不曉得 因為目前看起來是高宏安要上訴嘛 對 那其他助理現在也不會說嘛 不知道不知道 對 但是龔衛文如果他的態度是一致的嘛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認為 法官的判決對你有利 那你就態度應該是表現如此啊 可是龔衛文今天跳出來 這幾天跳出來是繼續罵法官耶 那你就繼續上訴啊 對 那你就繼續上訴 你不服嘛 不要得了便宜還不要乖嘛 人家給你緩刑 你不認罪 其實已經是老實講放你一條深路了 所以通常這時候就不要再跟司法對幹嘛 那好 今天高宏安這樣子做 未來也有可能會得到更重的刑期 這是沒人可以保證的 但是確定的事情是 我可以確定的事情是 高宏安真的人緣很差 教科書等級的做人失敗 這真的教科書等級 用非常寬厚的心態 畢竟助理嘛就是聽老闆的話啊 所以給龔衛文的話是 說是判兩年 那緩刑的部分是五年嗎 緩刑其實就是給機會了嘛 所以緩刑這五年如果過 這五年如果過 怎麼會有前科緩刑的部分 其實緩刑過後會是有紀錄的 會是有紀錄的 但是呢他不抓去關 你只要不要再犯罪就好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龔衛文寫了簽字文 我大概很認真去看 雖然有一些名嘴 猶豫轉男的 忽然間說看了會想要流淚 會哽咽 可是我很認真去看之後呢 其實龔衛文還在替高宏安辯護 然後講說自己多委屈 這一點是讓我非常不理解的地方 而且他既然裡面也去提到說 這個助理被詐領的事情 如果是事實怎麼樣怎麼樣 您有打斷一下 如果說龔衛文真是威脅 他就跟高宏安一樣 他就會去上訴 對 我是贊成上訴 就是繼續走這樣子的路線 因為現在龔衛文還沒表示說 到底要不要上訴 既然簡方對你那麼委屈的話 我鼓勵龔衛文上訴 因為上訴才能還你清白嘛 因為他到現在還在講說 那錄影帶的事情嘛 那我支持你上訴 再者呢 我要跟各位講 有很多人在引用 包括童仲彥 包括誰 我要先跟各位講 我先來講 這是韋漢哥德所寫的臉書 他裡面去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各位注意看一件事情 包括童仲彥 秦立坊 然後陳愛樹美 周雅玲 藍綠都有 但是為什麼童仲彥被判重刑 這都跟他詐領助理費有關 對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他被判重刑 第一個他不認罪 金額沒有繳會 就光這一點檢察官 當然二審給他清判 才三年多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要不要認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是犯後態度 有在反省嗎 沒有 我要跟各位講他 你看他非常強硬的 退出民眾黨之後說 他決定要上訴 我不知道耶 因為童仲彥當時是不認罪 金額沒繳回 所以二審的時候當然 刑期是有減少 可是他還是被關 那其他人 檢方會再去比對說 你詐領的這些部分 有沒有在公務使用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情 高安你認不認罪 你知道目前是不認罪的 第二件事情 這是不是公務使用 包括你講無成點的案子 人家助理出來講說 對 我領三萬五 可是我三千志願 就是我在這個服務處 泡茶什麼什麼核銷掉 他算是公務使用 那你高安不是啊 你眼皮天走 不能公務使用吧 你去洗頭 總不能公務使用吧 那你其他生理用品 你總不能公務使用吧 可是你今天告訴社會大眾的是 舉例出來 連同仲彥大水庫理論五成點 但是你高宏安現在犯的罪行是 你沒有公務使用 去剝削你員工的薪水 然後甚至低薪高報 這一些事情是你要面對大眾的啊 結果現在高宏安不但不認 我看柯文哲不知道是挺瘋還是怎樣 當時高宏安爆出來四十幾萬的時候 柯文哲講第一句話什麼 這才一點點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意思就是高宏安沒差到兄弟 怎麼可能去談那些 因為如果你昨天有看這個李章浩的臉書 他說以前高宏安也是在哪裡見面 然後看起來文文靜靜的 是一個科技人怎麼樣 但是很多人都會認知說 高宏安其實不會貪啊 你參加什麼匪陶匪啊 然後留學回來的啊 然後又在支撤會啊 又在鴻海啊 那照理說應該是坐領高薪啊 不會去貪這個小錢啊 但是人心格度比 你要知道小兔裡面有一個證詞 講得非常好 李忠廷他的男 算男朋友好了 我不知道算錢哪有還是男朋友 現在的關那是什麼 有點文廟好 他還不知道啦 他曾經在辦公室跟小兔說 做立委哪有人在瞭解的 當然是要賺錢的啊 做立委就是要來賺錢的啦 那是百萬不百 而且各位要知道呢 他一個立委19萬的薪水 比議員好一點點 19萬的薪水 可是呢 我要跟各位講 結果他覺得不夠 所以鴻海覺得 當時我們實在是太可惡了 既然讓高宏安呢 這樣子去做犧牲打 當部分區立委 他一個月只領19萬 所以鴻海每個月再給你10萬塊 給你保助29萬 如果新王哥剛才講那些存款的話 各位去想像 高宏安從以前到現在 他認為自己資質非常好 氣質非常好 然後學經歷非常好 所以我值得這個價格 所以各位去想像 如果一個人連咖啡包都可以拿 就是立法院的咖啡包都可以拿 如果一個人連眼皮貼都捨不得花 那我們下一段會再講豪宅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人是多麼消貪 那既然消貪問 有人說他現在有領半生 他要關出來 我覺得他這樣說 這個叫借花獻博 你知道嗎 你知道你領不到嗎 所以才說 好可惜喔 如果我領到的話 我要出來做這個防衛的工作 歷史先生為什麼不講 對啊 是啊 一定要內政部出來 之後打他臉 然後他才要講這些話 我要跟各位講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他就是為了自己 就這麼簡單 他就是為了他自己 你對他男朋友的態度 你就知道 為什麼李正浩要去告這個寡婦樓的事情 然後再用這個市府的資源 再去告李正浩等等的質疑 這是我徒利的問題 所以徒利就是罪喔 我要跟各位講 冠廷他有很多助理 他每個助理我都很熟 可是每個人都不會去講說 我老闆摳不會 冠廷你沒有在大雙眼皮貼啦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那我再運動 可是每個人都會講冠廷一件事情 我老闆對我很好 所以他 誰跟你講 我在幫忙加薪 為什麼呢 我要跟各位講 冠廷雖然薪水 薪水只有十幾萬 你不要看他每天上電視 他上電視是為什麼 給他的助理比較好的薪水 對 他是為了給他助理比較好 所以他的助理的薪資 對 所以禮拜日還去加班 大家都心甘情願 冠廷的公雞雞就來 公雞雞 感謝民視 感謝民視 本辦公室的公雞雞的來源 等一下去買一下咖啡啦好不好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人是這樣你聽 聽人講的 但是你不是嘛 從頭到尾 為什麼都有吹哨者 爆料者出來 不管他去南寮雨廣 是十八間山 我都去十八間山 我去是有另外的目的 我去約會 不是 你是帶上去啊 你怎麼說啊 以前的身體會越邊緣 你不知道啊 不信高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名幼的太太啊 張太太有在看嗎 我這個很坦白 可是去那邊我知道 越黑風高 而且看不到燈 有啦 路上那個商區有一點燈 只是在繼續說下去嗎 沒有 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大家要去那邊 第一個 大家一定覺得在那最隱密 而且還要用自己去租車上去 這一點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周刊寫出來這麼巨細迷 周刊當然是聽爆料者講的嘛 而且吹哨者也不是只有一個啊 叫四個以上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來看的話 高安你真的人緣不好 因為到目前為止呢 我只看到黃國昌 只看到柯文哲聽你說話 你有哪一個助理會出來說 除了公衛文之外 因為他說他不缺那個錢嘛 老闆拿去用就拿去用嘛 其他人都是為了養家糊口 包括小兔也是 都是為了養家糊口 所以你看哪一個助理會出來說 沒有 我老闆人很好 你看人家吳承典這個助理還幫他作證 那你有嗎 你沒有耶 所以今天到底你有沒有檢討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一個政治人物呢 人家說人和很重要 做政治人物 但是高鴻安從頭到尾 把政治人物當一個跳板 把政治人物首長這個角獸當一個跳板 你看一到新竹市 搞了一堆政商關係 然後現在呢 大家去挖說他以前的事情 所以他現在一審被起訴 有很多民眾就有臉書連 打太輕了 不敢啦 對 很多人這樣歡迎 黃定律師說 二審有可能判更嚴重 如果高鴻安繼續不認罪 不繳錢的話 來這個部分喔 剛才討論我才發現 原來我們這麼多來賓都去過新竹的十八街山喔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啦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追蹤